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的中俄对抗 美国的一个局势 因为现在透过俄罗斯 他们这边宣布出来 就说现在普京跟习近平的对话 正在筹备当中 事实会来公布细节 现在东亚的变局 中俄也不断在加强关系 他们的联合演习正式的结束 演练的科目包含了 捕捉敌方的潜艇 历时七天中俄的军演 在星期二已经结束了 也是2012年以来 中俄海军举行的 第十一次海上的联合演习 当然现在对于这个局势来说 更加的重要 毕竟美国不断在这边 好像要升高台海对立的局势 甚至连日本 韩国 也通通都被扯了进来 感觉起来现在台海 会不会2023年 会是更加紧张的一个态势 我们来看到像是俄罗斯的能源部长 他也提到说 在2022年的时候 俄罗斯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力出口 增加了16% 也就是说贸易的往来 军事的往来都更加的密切 连现在中国制的汽车 也是打入了俄罗斯的市场 像是这个红旗 东风 还有传旗 都在这个俄罗斯的车市里面占比 现在目前已经高达了 34.8% 所以他们各方面的合作都在深化当中 但是美国 日本 韩国的联盟 倒是看起来出现了一些裂缝 日本的媒体讲说 现在看起来中日韩三国的首脑会谈 已经连续第三年不举办了 但是更加让人家瞩目的是 昨天南海有公布新的印太战略 但是很妙的 我们台湾的部分媒体都会讲说 这个南韩现在站在美国这一对 但是却不提到一个点 就是其实南韩在这个战略里面提到 北京是重要伙伴 所以他就只有给你片面的讯息说 好像韩国跟美国是站在一起 可是其实完整的讯息是 南韩把这个印太战略 也列入了中国大陆 是他重要的一个伙伴 另外我们看看美中现在晶片战 也让全球的企业成为了一个焦点 虽然说拜登政府的禁令 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和工业用途 但是他说其实全球的企业都发现了 他们的供应链开始出现断链的问题 这恐怕不光是中国大陆会受到限制 后续的一个反作用力 恐怕会让甚至是美国的企业 都要自持恶果 我们看一下金融时报提到说 美国的禁令的结果将会推升 各行各业的成本 从生物技术 金融 自动驾驶 AI 它不光是损害到说 中国大陆商品的一个竞争力 其实就连你美国的一些公司 你们都是在使用这些低成本的 录制晶片 你们未来成本同样也会受到影响 不要觉得好像是 你只有打人家一下 你自己反作用力打回来的时候 你自己承受得住吗 那我们看看华为现在目前的大反击 到底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 他申请了这个EUV的专利 那可能未来就是等于中国大陆的 半导体技术自己化 又向前更迈进了一步 所以看出来现在就用一种方式 就是你越打我 我越是超车 我越是不依赖你的方式 加快脚步进行 他的专利也持续在变现 还授权了这个顶级的汽车 包含了宾式 BMW Audi 还有这个保时捷 这些相关技术 每年有1500辆的新车上面 都会使用到 还有华为也跟这个日本的苏巴鲁 还有这个法国的雷诺 意大利的蓝宝杰宁 以及英国的兵力 都签订了这样的授权协定 所以光靠这些授权 就可以让华为的专利 持续在变现 你光是打压封锁人家市场 人家可以开拓更多的市场 来为他这个赚取这些利润 那可是我们来看看 华为他现在还有一个系统 欧拉跟鸿蒙就被称为双新系统 已经在这个市场上的占比 这个欧拉已经达到了25% 包含了很多企业成员 已经超过了600家 都在使用这个欧拉系统 商业上的使用上面 已经达到了300万套 换句话说就等于拜登 你根本没有办法 彻彻底底的打击这个华为 或者是打击中国大陆这样子 用贸易的方式 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恶阻的 这是反而会伤到你自个儿的 你看看现在连欧洲 都对于华为是越来越加依赖 因为英国的政府 他们现在就已经延后 华为的5G禁令 还有德国使用华为的产品 现在比例上面是高达六成 而且德国也明确表态 没有无意愿跟进美国封杀华为 连法国的品牌WICO 它的现在这个5G电话 支援华为的鸿蒙信统 甚至还讲说 我们就直接要进军 中国大陆市场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摆明了 欧洲开始要跟美国脱队 因为华为现在是已经是 5G甚至是6G的一个领导品牌 你如果真的是站队在美国 美国也不会替你买单 你要自己吸收这些后果跟成本 我们来问一下 赖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对俄罗斯 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吹风 说普丁跟习近平会有见面 或是视频会议的这个新闻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因为它已经一直不断地放出讯息来 大陆这边都很安静 然后时间越来越接近了 今天29号了 距离年底就是没两天了 只加两天了 我个人的感觉是会有大事要发生 我的个人感觉是这样 但是我的论点的基础点 会从王毅的12月25号 他的讲话 因为他在盘点2022年 跟预告2023年他的外交重点 2023年的外交重点 还是元首外交 是列为重点 重中之重 第二个全方位的外交 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中 特别谈到了中俄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在于全方位的外交中 中俄之间的关系 他摆在首位 那也就是说 对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 政治战略的信任关系 要再往上拉 要再度的深化 然后双方之间的这种 军事上背靠背的这种合作关系 会再往上推一台阶 然后再加上我刚刚强调 就是元首的主场外交 元首外交的推动中 在集团体的时候 习近平没有办法 跟普丁有直接的会面 虽然今年他们见了两次面 但是由于普丁不方便到集团体 所以两位元首没有见面 因此就安排这一次的见面 我觉得可能会谈到俄乌的问题 跟明年的时候 俄罗斯的更大的一个动作 在中国方面 他需要取得支持 或是取得理解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就是 相当有可能他们这一次的一个对话 应该会有大事要发生 这是一个可预判的 韩国的问题就有趣了 韩国这一次的印太战略 很明显的跟美国是背道而驰 韩国这次恢复了它的历史 它的历史看法 还有它的理性跟政治的判断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美国受益支持下 日本通过了新安保的三文件 而美国把本来一个框 框住日本的把它打开了 让日本增加的军费 增加到3200亿美元 而且很明显的把中国大陆 朝鲜跟俄罗斯 都摆在它的主要的威胁的敌人 可是问题就在于 独岛它仍然认为这是它的 所以跟韩国之间有矛盾有摩擦 再加上它主张源头打击 要发展这个战略性的导弹 在历史的问题上 它从来没有道歉认错 所以对韩国来说的话 日本恢复军国主义的情况 对于历史记忆的韩国人来讲 这有产生威则力 更何况如果韩国追随美国 去搞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摆明了 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大陆可能会对于朝鲜 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没有什么限制了 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说的话 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 最后我花一点时间讲一下 就是有关于美国的武器科技战的禁令 其实美国的科技战的各种限制 只会使它的科技产业的营业额 大量的减缩 因为不能卖到中国 不能跟中国大陆合作 所以营业额只会减缩 科技最主要的就是高的利润中 所带来的大量的研究的投资 因为这样子是发展新一代产品的重要的推力 因而一旦减缩以后 减缩以后 欧美的特别是美国的高科技的产业的发展 速度一定会减慢 而中国大陆由于受到美国的打压 一定会卯足全力自己做技术的突破 相对来说的话 依托它自己的大市场 还有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市场 你想想看 甚至美国所无法禁止的 欧洲的这些国家的市场 中国大陆的高科技的产品 一定呈现的是快速的成长 所以彼此的差距就会越来越缩小 美国的领先的地位 会被中国大陆慢慢的追上来 我觉得这是一条 已经可以看出趋势的路 而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 只会让自己缩短跟中国大陆的差距 好 紧接着请教杰老师 就有关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 其实前几天 王毅在他有关2023年 中国大国外交的演讲里面 他就有提到 而且放在蛮重要的一个位置 因为他那天的有六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刚刚赖教授 这个元首外交 那么主场外交 第二个谈到中国的外交布局 大的战略 那战略之外 他提了六组双边关系 第一组关系 就是提中俄关系 你知道在这个谈问题的时候 放在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 美国放在第二组 他六个双边关系 一个是中俄关系 第二个是中美关系 第三个谈的是中欧关系 所以你看前三名 他把谁放在前面 俄罗斯放第一位 所以这个在过去 中国大陆还没有这么明确 把俄罗斯在中国外交布局 外交战略上的地位 放到这么前面 这么显著的地位 那这个可见中国大陆 对俄国的重视 这个关系的重视 那所以目前都在传 就是说习 这个还有习近平跟这个普丁 要进行电话通话 那么当然时间我想很快 就会公布了 这也正好反映了 王毅在他的2023年 外交重点里面讲的 就是说俄罗斯的关系 可能是重中之重 那这是一个大战略 如果中俄联手 而事实上已经看到 很多实际的作为 这是公开在讲 外交布局的时候 由外长讲出来 中国大陆的外交布局 那把俄罗斯放到这个城 你就可以想见 在未来的一年 或者未来的三年 五年里面 中俄关系会继续往前走 那这个讲到俄罗斯 现在这个汽车市场 中国的车 中国的汽车大受欢迎 当然第一个 中国大陆车现在 不管在品质上 价格上都急需竞争力 急需竞争力 像这个红旗这种车 在国外的话 可能都要10万美金以上 可能还不止 甚至15万美金一台 那红旗 它的这个性能来讲 也跟那些车不遑多让 跟这种 比如说 你应该是 Bentley这种级的 Bentley的SUV的话 你看它要卖多少钱 那当然红旗车 有那个水准 可是它的价钱 是很有竞争力 当然在俄罗斯市场 不完全是讲性价比 因为俄乌战争以后 德国跟法国 很多欧洲的车厂 是根本就停产了 像前一阵子 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 就是Pershuk 就是法国的保湿 它原来在俄罗斯 有一个工厂 专门生产保湿的汽车 俄乌战争以后 它这场 这个工厂 它就等于抛弃了 完全停工 那这个后来这个工厂 由谁帮它互线呢 由中国大陆的一个汽车公司 帮它整个恢复 然后它的产品 也换成中国大陆的 在大陆非常受欢迎的一个 型号的一个车子 拿到俄罗斯去生产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也是有它的时机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 以现在处境的话 那当然非常欢迎 非常需要中国大陆 都对它支持与合作 那么以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上 还有国际军事 国际战略上的重要性 那么这是一个 中俄联手的一个客观时间 非常好的客观时机 那联手以后 绝对会对国际政治 产生极大的冲击 今天还有看到 二新社也有消息是说 他们的一些主要银行 都要开始全面的通用银联卡 所以就代表说 他们的这些经贸往来 可能又要更加的深化 我们来请教一下 王老师怎么看 确实 其实我们看到中俄关系 就不要谈这乌克战争不谈 事实上从冷战之后 双方冠军就是非常的密切 因为从整个大的战略来讲的话 那么中俄 当然过去都是所谓的 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的意识形态跟西方 还是不是很一样 虽然冷战号称所谓结束 可是西方对于 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扩张 并没有一个停止 所以在整个一个全球的 一个大格局来讲的话 那么在亚太地区 美国就是联合美日 对中国的施压 那么在欧洲地区 就是美国借由北约跟欧盟 不断的东扩来去压迫俄国 所以其实中俄两大国 尤其是大国这样的位阶 本来其实对于各自的一个合作 都是有必要 就形成的非常清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但俄乌战争发生完之后 当然对这两个国家 是有一些冲击 其实中国走的就是 还是强调和平发展的一个道路 他其实并不希望战争的发生 但是俄国 介入乌克兰战争之后 当然对中国的大外交 事实上是有一些影响 不过 但是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跟西方一直是不一样 就是说他当然不是战争 俄国一定要对乌克兰 来做这样一个军事动作 因为中国一向尊重 别的国家主权跟领土的一个完整 另外就是中国跟乌克兰 也有他的邦交 跟经贸合作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的立场是 基本上是表示比较中性的 他也认为就是说 西方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能一味的指责俄国 你还必须考虑俄国 为什么做这些动作的原因 你必须考虑俄国的 一个安全上的一个需要 不能不断的东扩 导致俄国做这样的一个作为 现在这个战争打下来 看起来就是俄国确实说 凭他自己的力量 似乎是没有办法 来真的在这场战争取得胜利 或许是因为他有所节制 或许是因为西方的资源 当然是很重要 源源不绝来阻绝了俄国 对乌克兰的压力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俄国也不会轻易的 就是说放弃 以及就是说屈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面对西方的一个制裁 似乎俄国对中国的依赖 是越来越深 所以我们看到双边的经贸 在去年还是有将近 百分之三十几的成长 中国也持续成为俄罗斯 主要的一个贸易的 一个伙伴的对象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 一个谈话里面 当然还是来强化 中俄关系是非常密切 就是要向外界来展示 就是说尽管有 俄乌战争的发生 这两国的合作 并没有这个改变 因为尤其最近 他双方还在东海地区 举行了联合的一个军演 但是我想就是 中国对于这个战争 他还讲说 他用他自己的方式 来劝和促谈 但是我觉得 他也不会一昧的去压迫 俄罗斯都是什么样的举动 我觉得他是强化 两边的关系 同时对于用他自己的方式 来提供对俄国的支持 那以及就是说 用他自己的方式 希望这场战争 能够这个和平的一个解决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 还是取决 虎丁自己的一个判断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